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 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三星电子近日公布了第三季度销售额和营业利润越高于预期,但其晶片业务利润较上一季度大幅下降。 具体来看,三星电子第三季度营设为79.1兆韩元,略超出预期的79兆韩元,营业利润9.18兆韩元,超出预期的9.1兆韩元,但明显低于伦敦证券交易所估计的11.456兆韩元的营业利润。 三星副董事长、设备解决方案、DS部门新任负责人全永炫,此前在发表业绩指引后罕见的道歉。 主要原因是,三星半导体部门公布第三季度营业利润为3.86兆韩元,约合28亿美元,较上一季度下降40%。 要知道,几个月前,三星似乎将从全球人工智慧AI热潮中获益利润飙升,股价飙升至历史最高水平。 但由于人们越来越担心,三星在人工智慧记忆体领域输给SK海力士,以及晶片制造代工领域未能赶超台积电,三星股价已从前段时间的高点下跌32%。 在此期间,该公司的市值损失1220亿美元,比全球任何其他晶片制造商都要多。 虽然其记忆体晶片部门受益于人工智慧、AI和传统伺服器产品的强劲需求, 但三星表示,库存调整对行动装置需求产生了负面影响。 该公司表示,它还在应对中国成熟工艺产品供应增加的问题。 三星是笔电和伺服器等设备中使用的记忆体晶片的最大制造商,也是全球第一大智慧型手机厂商。 虽然人工智慧推动了其代工部门对先进节点的需求,但三星表示,行动装置和PC需求表现不佳。 三星表示,行动装置和PC需求的反弹将被推迟,但在人工智慧投资的推动下,人们对更先进产品的兴趣将继续增长。 智慧型手机和其他消费、电子产品仍占三星销售额的最大份额,但近年来半导体一直是利润最大的贡献者。 由于晶片业务陷入危机,三星10月初罕见的向投资者就令人失望的业绩道歉。 该公司的故事凸显了人工智慧,是当今晶片行业决定赢家和输家的关键因素。 辉达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公司之一,台积电是辉达和苹果设计晶片的主要制造商,今年的市值增加3300多亿美元。 三星承诺进行改革以重获竞争力,但包括百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和郡利亨德森集团在内的国际基金管理公司并不相信三星会很快扭转局面。 自7月底以来,海外投资者已经售出价值约107亿美元的三星股票。 三星的情况很快恶化。 该公司公布6月份当即营业利润增长15倍后,其股价一度创下历史新高。 就在8月份,投资者还乐观地认为,该公司可以赢得更多业务,为辉达提供高频宽记忆体HBM,以配合AI处理器使用。 三星在10月初宣布开始量产后不久,就承认其最新一代HBM晶片的发表时间推迟,这一希望也随之破灭。 与此同时,美国竞争对手美光科技也在加达HBM方面的投入,并报告称其产品需求强劲。 即便如此,三星仍预计,这些先进晶片的需求将在明年继续推动增长。 该公司表示,随着科技公司继续进行稳健投资,它还预计四伏器需求将保持强劲。 今年迄今为止,在韩国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三星电子股价已下跌24.71%。 三星电子预计,2024全年资本支出56.7兆韩元,其中,晶片业务资本支出47.9兆韩元。 此外,三星电子称,2025年将扩大HBM3E和先进Dream的销售,预计第四季度将扩大Exynos2400晶片的供应。 百达资产管理公司高级投资经理Yang Jelly表示,三星正在失去其在半导体行业的技术领先地位。 他表示,从本质上讲,技术领先地位很难在短期内恢复。 他补充说,该公司一直在减持三星的股份。 除了在人工智慧记忆体方面的落后之外,三星多年来一直在努力缩小与台积电在代工业务方面的差距,而且花费了巨资。 与英特尔一样,这家韩国公司也在计划扩大其外包晶片制造业务时遇到了类似的困难,现在该公司正在采取裁员和其他措施来止血。 三星公司领导层持续不确定的情况下,预计年底前管理层将进行改组,这是值得关注的焦顶之一。 李再荣是三星创办人的孙子,两年前被任命为执行董事长。 经过多年的法律纠纷,他被宣判股票操纵罪名不成立。 另外,该公司任命记忆体晶片资深人士全永炫为新的半导体部门负责人。 鉴于股价估值接近历史低点,且技术指标闪现超卖信号,三星管理层可能仍需努力才能赢回投资者。 与此同时,三星电子在其平泽2号P2与3号P3生产基地,针对4纳米、5纳米及7纳米制程技术,已实施了大规模的代工生产线调整策略。 据了解,三星电子的半导体部门正在暂时关闭其代工厂合同制造的生产线,已降低成本。 目前,这些生产基地中超过30%的代工生产线已暂停运作, 且公司计划在年底前进一步扩大停产比例至约50%。 据知情人士透露,三星基于成本效益考量,决定关闭部分低产能生产线,并借此降低电力消耗成本。 尽管三星对外宣称设施将持续运行,仅降低生产线利用率, 但实际上,生产线正逐步走向全面停产。 按照既定计划,至年底,这些生产基地的营运规模将缩减至原有水平的一半左右。 知情人士进一步透露,三星电子已关闭了平泽二厂、P2和三厂、P3超过30%的4纳米、5纳米和7纳米晶圆代工生产线, 并计划在年底前将停产范围扩大到50%左右。 该公司打算在监控客户订单的同时逐步停止生产。 这一决定反映了三星降低起营运成本的努力, 该公司代工部门一直在努力争取挥达AMD和高通等全球科技公司的大笔订单。 消息人士称,三星决定关闭产线以降低电力成本, 而不是让生产线以低利用率运行,这样效率更高。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业内人士表示, 三星曾公开表示将保持设施运转并降低利用率, 但实际上该公司正在逐步关闭生产线。 值得注意的是, 三星代工业务在第三季度遭受了严重损失, 金额高达约一兆韩元。 为应对这一困境, 三星不得已决定通过停用部分生产线来削减不必要的开支。 尽管从三星今年第三季度财报来看, 公司整体营收表现强劲, 较去年同期增长17.3%也高于上一季度。 然而在代工业务领域的挑战依然不容忽视。 业内专家对此进行了深入分析, 指出,三星目前正集中力量发展其核心记忆体晶片业务, 而将代工业务置于相对次要的位置。 随着代工生产线的停产, 三星与竞争对手台积电之间的差距正在逐渐拉大, 这无疑增加了三星赶超的难度。 另外,中国无精原厂的订单弱于预期, 此前这些公司占三星4纳米和5纳米工艺产量的很大一部分。 美国对中国半导体行业的贸易限制, 导致一些中国无精原厂在美国总统大选前推迟了专案。 一些专家担心, 三星的削减成本措施可能会削弱其在代工领域的竞争力。 响明大学系统半导体工程教授李正旺表示, 由于三星电子专注于其半导体业务的支柱记忆体晶片, 代工业务已被搁置。 随着生产设施停止营运, 与台积电的差距可能会越来越大, 三星将很难赶上。 那么,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库论有余。 最后, 请你点赞, 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